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plus》 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麦克斯·卢加维尔所著的 《让大脑变强的饮食、天才食物》这本书 大家是否关注过自己的大脑健康呢? 与身体的其他器官不同 大脑即使不太健康,也不会立即产生疼痛 当我们吃了对身体有害的食物时 会很快通过腹泻察觉到肠胃不适 但大脑却很少发出这样的警告信号 因此,即使有些不适,我们也很难以察觉 由于这个特点,我们常常会忽视大脑的健康 然而,大脑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器官 负责维持我们身体平衡的内纹态 是由大脑的下丘脑控制的 大脑的垂体通过释放激素 来维持甲状线和副甲状线等器官的正常功能 大脑也掌管着我们的记忆 更重要的是 大脑通过分泌多巴胺和血清素等幸福激素 深刻影响我们的幸福感 考虑到大脑如此重要的功能 如果它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变得不健康 身体将会出现各种负面影响 因此,今天我将向大家介绍 如何通过饮食来调节大脑状态 增强我们的大脑功能 以尽量减少这些负面的影响 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Omega-3的反作用 以及导致脑细胞退化的三种绝对不能吃的食物 第二,能够使大脑及全身机能 焕发活力的三种食物 第三,绝对不能做的 让大脑老化的三种行为习惯 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Omega-3的反作用 以及导致脑细胞退化的三种绝对不能吃的食物 来开始解释 为了最大化我们的大脑表现 首先需要做的是 排除那些会导致脑细胞退化的食物 我将介绍三种 会迅速导致脑细胞退化的绝对不能吃的食物 并建议大家将这些食物从日常生活中彻底排除 下面我将介绍以下三个要点 一,极其危险的弗兰肯食品 这堂巨质 二,不为人所知的Omega-3的可怕真相 三,Alpha-亚麻酸引发的认知症 首先是第一个要点 极其危险的弗兰肯食品 这堂巨质 让我们先看看 为什么这种人工食品 会对大脑造成如此大的伤害 这种导致脑细胞退化的食物 是实验室中诞生的人工食材 被称为弗兰肯食品 在20世纪后期 科学的发展与食品行业的利益结合 促使各种人工低脂食品开始涌现 这些通过食品工学替代天然脂肪的人工食品 在本书中称之为弗兰肯食品 其中最危险的一种 是90年代后期出现的这堂巨质 许多人对这堂巨质这个名字可能不太熟悉 但它通常用于薯片等油炸食品 当这种物质首次被推出时 许多人称其为梦幻般的发明 因为作为脂肪的替代品 这堂巨质在人体内无法被消化吸收 被认为是一种奇迹般的油 然而这种奇迹般的油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研究发现 这堂巨质会导致剧烈的腹痛 胀气以及难以控制的突发性排便 这种弗兰肯食品不仅对身体有害 对大脑也有重大影响 因为我们的大脑主要由脂肪组成 摄入的油脂的类型会直接影响到大脑的健康 简而言之 吃菜籽油的人 他们的大脑会由菜籽油中的油脂组成 而吃这堂巨质的人 他们的大脑则会像这堂巨质一样 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 这样的大脑显然不能正常运作 薯片可能会对您的大脑产生不良的影响 如果您一边吃着薯片 一边看着这个视频的话 请您立即停止食用 回归到健康的世界中来 接下来是第二个要点 不为人所知的 Omega 3的可怕真相 第二种会导致脑细胞退化的食物 可能会让熟悉健康信息的朋友们感到意外 那就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在我们从饮食中摄取的脂肪酸中 主要有两种 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 大家都知道 黄油等饱和脂肪酸对身体有害 而Omega 3等不饱和脂肪酸 则被认为对我们的身体有益 然而最近的研究发现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在某些情况下 对我们的脑部健康有着负面影响 在不饱和脂肪酸中 知名的Omega 3和Omega 6 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 但我们的人体无法自行合成 必须从食物中摄取 Omega 3中的EPA和DHA 尤其是DHA 对构成我们的脑部结构至关重要 许多人可能通过补充剂来摄取这些脂肪酸 但这些补充剂可能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健康 这是因为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在化学上十分不稳定 非常容易氧化 氧化就是物质生锈的过程 就像外面的铁钉会生锈一样 我们的细胞如果不加以保护也会老化 更可怕的是 一旦细胞氧化 它们会生成高氧化性的自由基 进一步氧化周围的细胞 形成连锁反应 因此在本书中 作者称 氧化后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为僵尸分子 因为它们会像僵尸一样不断增加 如果您使用的是质量不佳的廉价补充剂 胶囊中的DHA可能已经完全氧化了 氧化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会产生全类物质 这种物质可能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中的斑块有关 对大脑中的线粒体也有强烈的毒性 然而未被氧化的Omega-3脂肪酸 却对健康至关重要 那么如何在不被氧化的情况下 摄取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呢 作者建议我们应该尽量摄取新鲜的青鱼 除了鱼类外 放养的鸡和草丝牛肉中也含有Omega-3 如果您不喜欢吃鱼的话 也可以尝试这些食物 接下来是第三个要点 Alpha-亚麻酸引发的认知症 Alpha-亚麻酸主要存在于亚麻子油等植物中 因其含量丰富而闻名 最近也备受人们的关注 不过根据本书提供的最新研究显示 中老年人摄入过多的Alpha-亚麻酸 可能会增加患阿尔茨海默病和抑郁症的风险 实际上即使我们通过饮食摄入Alpha-亚麻酸 它也无法在人体内直接利用 Alpha-亚麻酸需要转化为DHA和EPA 才能发挥其作用 但这一转化过程效率低下 而且随着年龄增长 效率还会进一步下降 研究表明 即使是健康的年轻男性 Alpha-亚麻酸转化为EPA的效率 也仅约为8% 转化为DHA的效率则更低 仅为0%到4% 这意味着即使年轻健康的男性 摄入大量亚麻子油 脑内的DHA含量也可能不会增加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转化效率会更低 而女性的转化率比男性高出2.5倍左右 但即便如此 也只有约20%左右 此外 女性的转化效率会随着绝经的到来 而急剧下降 这也是绝经后 女性认知症风险增加的原因之一 更糟糕的是 Alpha-亚麻酸转化为EPA 和DHA所需的酶 同时也会将 Omega-6脂肪酸 亚油酸转化为炎症物质 花生4C酸 虽然增加这些酶的活性 能够提高Alpha-亚麻酸的转化率 但也会导致更多的炎症物质生成 加速细胞的老化 尽管如此 本书并未完全否定 Alpha-亚麻酸的摄入必要性 而是建议在摄取富含高质量 DHA和EPA的天然鱼类的同时 适量摄入 还有Alpha-亚麻酸的天然食品 如亚麻酸油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能够使大脑及全身机能 焕发活力的三种食物 下面我将介绍以下三个要点 一 获得最强的水壳 加速细胞电线号的奇迹油 二 草丝牛肉的健康功效 三 提高大脑能量效率的同体饮食法 首先是第一个要点 获得最强的水壳 加速细胞电线号的奇迹油 大脑的健康 对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至关重要 而其中一种能够显著提高 大脑细胞电线号速度的优势 特级出榨橄榄油 我们的大脑细胞 由一个圆形的细胞体 和一根长长的轴突组成 形状类似于蝌蚪 细胞体是脑神经细胞的核心 轴突则像电缆一样 传输电线号 脑细胞产生的电线号 通过轴突传递到其他细胞 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 而在轴突上 有一种类似于绝缘胶带的物质 被称为水壳 它起着绝缘体的作用 使得大脑细胞 能够更快地传递电线号 而构成水壳的关键成分 就是含有单不饱和脂肪酸的 特级出榨橄榄油 特级出榨橄榄油 在地中海饮食中很受欢迎 长期坚持地中海饮食 不仅可以使身体保持健康 还对大脑的健康十分有益 巴塞罗那的研究团队 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 每周摄入一声 特级出榨橄榄油的 受试者的认知功能 得到了显著提高 这可能是因为 大量摄入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形成了大量的水壳 提高了使神经细胞的 信息传递速度 因此如果你想在工作中 发挥更高的效率 或者为了获得资格证书 而努力学习 我建议您尝试摄入特级出榨橄榄油 每周摄入一声的量 可能有些过多 但是将平时使用的烹饪油 替换成特级出榨橄榄油 就可以获得很好的健康效果 希望大家尝试一下 看看效果如何 接下来是第二个要点 草寺牛肉的健康功效 或许你已经听说过草寺牛肉 它指的是由吃草长大的牛肉 我们通常在超市买到的廉价牛肉 通常被喂养了非常不健康的饲料 而不仅仅是被抗生素养大 据本书作者所述 在美国 养殖商甚至会给牛喂食糖果 饼干 甚至棉花糖等垃圾食品 与工业化养殖的牛肉相比 只吃草的草寺牛肉显然更有益健康 草寺牛肉 富含人体所需的铁、鑫等必需矿物质 正如之前提到的 未养化的Omega-3脂肪酸也很丰富 它还含有维生素E等抗氧化作用的物质 以及对女性至关重要的维生素B12 据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显示 经常使用草寺牛肉的女性 患抑郁症、焦虑症和双向情感障碍 等精神疾病的风险要降低一半 另外 根据一项针对肯尼亚儿童的研究表明 经常使用草寺牛肉的孩子 在身体的认知和行为方面 会表现出更好的能力 因此 草寺牛肉不仅对大脑有益 对心理和精神健康 也有着很大的积极影响 由于草寺牛肉 具有非常高的健康功效 我希望大家尝试一下 接下来是第三个要点 提高大脑能量效率的 同体饮食法 我们通常可能认为 大脑主要依赖葡萄糖作为能源 但这是个误解 虽然大脑确实能够利用葡萄糖作为能源 但更好的能源在于同体 同体在大脑细胞中的能量效率 远高于葡萄糖 葡萄糖未被细胞利用时 会在血液中转化为中性脂肪 并储存为皮下脂肪 而同体则是通过脂肪燃烧而产生的 通过转向同体代谢 我们可以健康地减肥 最近的研究还表明 当同体存在时 某些遗传通路会被激活 会产生一种成为脑原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的物质 BDNF是一种大脑生长激素 它可以提高学习能力和大脑的灵活性 保护神经细胞 免受各种损伤 还具有改善情绪 调节心理状态等作用 此外 同体相对于葡萄糖 还能够增加约40%的血液流量 所以 从各方面综合来看 同体对大脑的能源供应 更加有益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让身体使用同体 而不是葡萄糖作为能源呢 实际上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只需不吃早餐即可 要让身体进入同体代谢状态 需要保持16小时的进食状态 当然不吃早餐的话 有些人可能会感到没精神 如果是这样的话 提前吃晚餐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根据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最新研究 下午2点后停止进食的被试者发现 其体内的同体含量明显增加 此外 间歇性低卡路里饮食等方法 也被证明是有效的 进食不仅可以使身体进入同体代谢状态 还可以启动自食作用 清除体内的老花物质 焕发青春活力 如果您仍然每天吃三餐 那对您的健康来说是绝对不利的 希望大家尝试一下不吃早餐 亲身体验同体代谢和自食作用的神奇效果 接下来是第三部分绝对不能做的让大脑老化的三种行为习惯 要保持脑细胞的健康 除了良好的饮食习惯之外 进食和运动等也很重要 但是今天我想挑选一些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内容来介绍给大家 首先让我来总结一下这三个习惯 一使用质子泵抑制剂喂药 二使用非灾体抗炎要感冒药 三使用止汗剂 首先是绝对不能做的让大脑老化的习惯之一 使用质子泵抑制剂喂药 或许大家中间有些人在肠胃感到不适时 曾经被医生开启了一种叫做质子泵抑制剂的药物 这种药物通常是用来预防胃酸倒流的 但这种药物会抑制正常的消化功能 影响维生素B12等必须营养素的吸收 增加患认知症的风险 所以在肠胃感到不适的时候 大家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这类药物 可以选择服用一些副作用小的中药来缓解胃部症状 接下来是绝对不能做的让大脑老化的习惯之二 使用非灾体抗炎要感冒药 大家可能听说过非灾体抗炎要这种感冒药 它通过攻击细胞内线粒体产生活性氧化物 从而导致细胞氧化老化 因此建议大家尽量避免服用这种药物 与非灾体抗炎药的效果类似 作为一种具有抗炎作用 但不会产生活性氧的物质 有一种叫做僵黄素的多分化合物 如果您需要止痛药 最好尽量使用僵黄素补充剂等替代品 最后是绝对不能做的让大脑老化的习惯之三 使用止焊剂 很多止焊剂中含有铝的成分 长期使用会破坏脑细胞 增加患认知症的风险 因此如果您担心体胃的问题 建议您使用有杀菌作用的椰子油 和小苏达制作的天然除臭剂 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 在下次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